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失去很重要的基本的算那个跟人性还有那个我们那个人生的那个目的和那个意义的一些关联的 那个Brecht比较特别的情况 因为他其实一方面当然是对那个道教有兴趣 然后算那个庄子 那但是他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一个 那算是他自己觉得他很理性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作者 那他很想要就是我们在西方当然是学那个共产主义的 然后他其实这样非常崇拜苏联 问题是他当然是有点搞错了 因为他不知道是多恐怖了 后来他那个Brecht 他就是这样子去那个东德 住那边也不是很快乐 然后他发现了中国的那个毛泽东 对他来说好像是一个偶像的 那他觉得是毛泽东做出来一个非常非常的理想的一个国家 那他其实也完全不了解那个事实 所以他活在他的那个自己的那个什么幻想里面 那反正他懂得1956年死了 还没有很快乐 他了解好像他要的那个什么共产主义 也不是像真的共产主义一样的 然后所以他都是算就是在他自己的那个乌托邦 不过这个就是很重要的 因为到现在很多德国人尤其政治任务 还有哲学家 那他们一直觉得是中国是很特别 因为他们就是拿来那个共产主义 那共产主义的话 那就是德国来了 因为马克思那就是德国人了 很多学生以为他是俄国人 不是马克思是德国人 为什么中国那么特别 因为我们当然知道那个共产主义 每次都是非常非常的失败 然后算那个经济不好不稳定了 那整个国家 那就是变成像一个很大的监狱一样了 但是中国的话 他们就成功了 所以德国军令你们看 那共产主义失败了 恩赐了 可是在这个情况 那中国都是拿来 我们这个德国的那些想法 那把他们当成一个真的是有用的 一种那个model OK 然后Scholz他现在是在中国 然后Scholz自己他遇到一些非常非常大的 对经济上的问题 当然 因为可以说那是因为他自己害的 那他就是跟习近平见面 然后他们是讨论到那个德国的经济是怎么样 和那个中国的经济的合作 然后那个Scholz 那他就是有批评 他说那个中国 他们就是给德国的公司太大的压力 他们一直压下去德国的公司 所以他们在中国没办法好好的做生意了 那我还是想要问一下 第一个是 为什么德国的公司很多现在是去中国 那他们为什么没有留在德国 重点是 他们现在是在德国过得非常非常的不快乐 然后为什么不快乐 因为税很重 而且电费涨了五倍的 那他们其实很多公司没有选择 他们就只能去别的国家了 那如果是没办法去美国的话 或是别的那个西方的地方 那中国那就是欢迎他们来 在那边开他们的工厂 还有做生意了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那个Scholz他一方面当然知道了 那他就是这样在那个习近平的面前 好像就是算还蛮会批评的 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Scholz自己 他还是要把德国汉堡的港口的25% 卖给中国 那时候是去年的事情 那也是被批评的很惨 为什么被批评很惨 因为他们都是说 所以你一方面 你是觉得是好像我们的生意 就是被中国抢走了 那一方面你是这样 就是把汉堡的一个部分的四分之一 就直接卖给他们 为什么要卖 那说因为 那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如果我们不卖给他们 那他们就是去买别的港口 没错 这个时候算有一点点好笑的一个概念了 然后我们还是要再说一下下 像那个 德国跟中国那个经济的关系 都是开始非常非常的好 是什么时候 那就是那个在1998年的时候 那个也是社会民主党的总理 Scholz他上台了 那他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他都是带他全部的那些德国大公司的 Top Managers去中国 所以他们在那边都是要开他们的工厂 那边都是成立他们的公司 那所以这样子就是两边 那变成一个就是算一起合作的关系 因为德国这样子当然是要得到一些好处 所以那个Scholz他这样批评了 他说那个中国好像是给德国公司很大的压力 其实这个也是一种 我们可以说是一种作秀的 因为他需要中国 因为德国的话 那个经济现在非常的困难 而且很多事情都是德国自己找来的 那所以我们可以说 有一点假 那个Scholz他就演戏一下下 那说那个我是德国来的 然后我们是一个很伟大的国家 那么现在我们不再让你们欺负我们 其实这个就不是事实 他其实应该是要表达一下下 我们一定要一起合作 这样德国才能生存 那这个就是我想要分享一下的事情 谢谢大家 下次见